东北人愿意吃洞梨 实际吃洞梨啊 看着简单的事儿 非常有讲究 大家好啊 常人老旧 今天啊 教大家设备吃洞梨 这个啊 就是洞梨 是苹果梨冻完的 我们东北人啊 吃洞梨 必须得把鱼化厚的 你能冻呢 就还好吧 缓洞梨 挤住了千万不能用开水 热水也不行 热水一烫啊 皮就容易破了 那水都流走了 那里面有什么味道 就不好吃了 你一定要割凉水 割凉水花子里头外面一起花 里头有冰茶的意思啊 口感非常不好 怎么吃洞梨 一种吃洞梨的方式啊 是把这洞梨比较啊 对不对啊 咬一下口 咬一下口呢 细水细 这个梨纸 老旧呢 下面就给它滑着口 几点梨纸 看着怎么像 我给大家紧一下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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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幕里紫水多啊 所以说在紧的紫水多啊 所以说在紧的紫水多 这还没紧完呢 咬一下 好 来尝一下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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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紧一口口 喝这梨汁啊 跟鲜梨汁共一样 特殊的好喝 开着一口吃饭 就拿着洞梨 就直接就开咬皮 那种方式啊 因为那个梨汁啊 全在锅肉里面 吃饿子练吃呆喝的 洞梨 皮自己吃不消皮 因为经过冷冻以后啊 这个皮啊 它好像是性质有点变化 它皮就不没了嘛 我给大家擀开哈 让大家看一看 冻完这里 里头是什么样的 大家看 你看这皮 和这锅肉的锅肉 好 它这皮的地方 就有点微微的发黑 所以说皮的 这个组织结果也破坏了 所以说皮不硬 乱 也是 这匙ijke的那感觉啊 但是呢 还不会跟那个鲜鱼一样 这个只要跟你要得上 这个特有重力啦 跟人家说皮子毛 你都在吃的时候 我完全没有开心 就跟我们的际边 怎么说怎么形容我们一会儿 形容不好 也说不来他形容了 这个只用自己吃才知道 那动力当然整动出来 老旧准备准备 快点啊 叫大家做动力 敬请起来